说到香港武侠剧 1995年播出的金武门可谓是经典之作 剧中 甄子丹饰演的民族英雄陈真一角 成为了观众心中不可复制的荧幕经典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 是陈真师傅霍元甲一角的扮演者高雄 他曾在邵氏做了14年舞诗 参与出演过180多部影片 被观众亲封为金牌绿叶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面似周树人 形如霍元甲的演员高雄吧 高雄本名何耀申 1947年在广东出生的他 少年时拜入陈秀忠门下学习大圣批挂掌 因此习得了一身好武艺 与此同时 高雄产生了成为一名演员的想法 于是年仅21岁的他 怀着演戏的梦想跑去少市 进了电影特技训练班 自此 高雄和演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 梦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是如隔天欠 从特技班出来后 高雄一枚人卖二枚演技 他不得不得龙虎武师做起 那时候的武师工作危险系数极高 也没有什么机会让观众认识 不过高雄一点都不嫌弃这个职业 每天兢兢业业的在各个剧组中穿梭 没人知道他在多少部影片中当过打手 也没有人了解 他背后付出了多少鲜血和汗水 时间记录下了高雄的所有努力 机会也没辜负为了梦想拼搏的人 1979年邵氏出品的电影《冷血十三英》中 高雄拿到了一个角色蓝英万达 这让他的事业开始从武师走向演员 只是高雄没有因此得到优待 也许跟当时的主流影片类型有关吧 高雄本人的形象虽然辨识度很高 在影片中却总是显得很透明 以至于他在邵氏期间演了许多角色 却没一个让高雄出彩的 为了打破这个现状 高雄不再执着于在邵氏影视剧中发展 而是将目光转到无线电视的方向 选择走一波金庸武侠剧风格 82版《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富家将攻也前 83版《射雕英雄传》中的《完颜红列》 手下金物序 86版《以天图龙记》中的《少林僧人绝缘》 虽然依旧是些配角 却因为那一张正义十足的面孔 再加上十足的武侠气质 高雄和金庸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饰演的角色被观众们熟知的同时 他也引起了圈内导演和制片方的注意 于是 高雄首部主演的电视剧《林冲横空》出世 在剧中他的表现无可挑剔 但没想到的是 剧中年轻帅气的《汤震业》更符合观众的口味 高雄饰演的主角林冲反而毫无热度 连一丝水花都没有激起 即使如此 高雄也没有变得一蹶不振 反而像是放下了负担一般 走上了修炼演技的道路 默默在知名演员的剧中进行学习 《神死观》《东方不败》《红番区》等 都是高雄那一时期的作品 古语有言 积魁步而至千里 积小流而成江海 在经年累月的配角磨练下 高雄的演技突飞猛进 不仅在圈内获得了肯定 还凭借数量优势在观众眼中混了个脸书 但是真正让他走向巅峰的 还是1995年 甄子丹主演的《金舞门》 高雄在剧中饰演霍原甲一角 一顶春夏秋冬都在的棉毡帽 夹一身棉袍式的长衫 光是这扮相就十分与众不同 更别说他那受到极高评价的迷宗权 第一集开篇就惊艳全场 剧中高雄为并出门派之间的隔断 被各派传人群起而攻之 但他面临突如其来的试探毫不慌万 不仅将每一种武功进行描述和拆解 还以自创的迷宗权大败众伟师傅 这一幕戏中 一脸正气又是武师出身的 高雄与角色完美融合 将霍原甲的武功风采 和宗师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视剧播出后瞬间爆火 高雄也凭借剧中精彩的表现一炮而红 不过他并没有借此抬高身价 此后的数十年里 高雄依旧抱着谦逊的态度在各个剧组中穿梭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不论是小李飞刀中的反派角色上官金红 强健中刚毕自用的伪君子北唐奥 还是新天龙八部中深藏不露的扫地僧人 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只是香港的武侠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巅峰 之后整个影视行业都日渐低迷 很多演员选择转战大陆发展 对于演员来讲 开辟一个新的路线十分艰难 如果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实力 根本毫无胜算可言 但是这对高雄来讲成了一个机遇 在进入二十世纪后 高雄出演了七十多部影视剧 虽然依旧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配角 但是他的演技和多年对演戏的热忱 还是获得了许多知名导演的关注 2015年上映的《火星救援》 2016年上映的《万劫不复》 都有着高雄的身影 这可是妥妥的国际化路线 而之后在2020年上映的《龙岭迷哭》中 高雄饰演的了陈大师 更是收获了一片好评 剧中他的武打动作娴熟自然 一气呵成 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高雄好像返老还童 不过 荧幕中真是一点看不出 他已经73岁了 高雄21岁进入演艺圈 到今天已经53年了 几十年来 高雄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停地拍戏 不断在各种各样的小角色里穿梭 高雄的一生 如同天龙八部中那位扫地僧 不去与花朵争及豆艳 也不求同树木比肩而立 只是当一片默默无闻的叶子 演好每一个属于他的角色 希望这位老人 在将这份热爱延续下去的同时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带来更多经典的人物形象 10月9日 某明星经纪人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组聚会照 并配文称 好朋友们又聚在一起了 从定位来看 聚会的地点是恒店某酒店 除了经纪人 还有梁家人 高雄 黄耀山以及袁祥人 四位资深演员 都曾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演过配角 这次难得齐聚内地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曝光的合影中 74岁的高雄穿着浅蓝色T恤和棕色裤子 打扮休闲却难掩霸气